这对夫妻已经在丛林里兜了好几天了 好不容易才看到这边有只鹿 他们赶紧会去商量如何狩猎 这里是鹿逃跑必经之路 男人准备爬到树上伏击 而女人绕到鹿背后驱赶 他们能否吃上鹿肉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 大家好 我是干啥啥不信 干饭第一名的The Burgi 在20万年前 智人出现在伊索比亚地地 他们已经能够使用武器 捕获更大型的猎物 考古学家比尔和求生专家卡特 要像智人一样制造巢猫并猎杀动物 为此爬上高原寻找材料 并穿越潮湿的林里和竹林 行走途中 他们发现被咬死的羚羊 全身浮肿 虽然这个肉已经不能吃了 但是身上的皮毛很不错 比尔和卡特用锋利的食刃切割 就是这肉开始腐烂 闻起来很上头 除了皮毛外 筋的用途也有很多 可以当成绳子一样捆绑东西 是将尖尖的石头固定锚上的重量材料 花了不少时间 终于一样皮疤了下来 得抓紧时间赶往高处寻找次材料 现在处于海拔一万一处的山坡上 越往高处走 空气变得越稀薄 每一步都要花费更多的力气 更让人绝望的是 道路被眼前光滑的峭壁阻挡了 比尔和卡特只能沿着峭壁边缘 去寻找上去的路 这里有一条缝隙能攀登上去 另一岩石像爬烟筒那样 虽然高度并不高 不过他们也是累得够呛了 距离天黑还要两个小时 得想办法找到遮蔽处生活 在这里并不需要担心水源的问题 整个地方都很潮湿 比尔的脚已经湿透了 他感觉又饿又冷 实在太糟糕了 穿过层层茂密的植被 才找到了一处遮蔽的地方 就是还有点潮湿 但是也算不错了 很快他们就确定今晚睡在这了 翻逃行动寻找材料 卡特打算利用树枝和草皮涂在地上 这些能够留住空气和体温 在这里很难找到干燥的木材 比尔找来了许多地方 才发现这有很细的生活材料 他迫不及待的 想过去生火烘干脚了 尝试在羊皮上资万木去活 两个人来回摩擦生火 虽然有白烟冒出 但这里实在太潮湿了 花了半个小时 才得到了一小块木炭 小心地放到火溶里面 还得塞点东西进去 要不然啊 这火就会熄灭了 终于在天黑前 生活成功 至少今晚不会被冻醒了 这个女人 她已经饿了好几天了 等她正在寻找食物时 刚刚好被寻满夜碰到 感觉就像火烧一样痛 上面有细小的刺毛 虽然采集时十分的麻烦 但是她是非常饱的食物来源 能够补充到不少的营养 简直比菠菜还要刚 就是不知道味道怎么样了 他们花了不少时间 才来到这片竹林 竹子的用途非常的多 可以用来搭建住所 做成毛 而比尔建议今晚就在竹林附近家营了 刚好前方不远处就是一处空地 虽然外面争下雨 但是大树把鱼水遮挡住了 待在下面完全没有被淋湿 他们需要大量的竹子打建住所 顺便看看有没有食物 竹子非常的坚固 卡特费了不少力气才折断了一根 他打算做一根高于地面的平台和屋顶 花了不少的时间才将制作完成 卡特在砍发竹子的时候 发现底下有不少的油损 吃起来还是挺不错的 可惜啊 不是鸡肉味 而比尔就缺了个石头 拿去制造新武器打链 小学上有不少的石头 其中黑钥匙则是最理想的材料 黑钥匙锋利程度非常高 比尔用石头敲它 把它敲成了一个尖锐的毛头屎 就把手给弄上了 那效果堪比一把手术刀啊 敲了半天就为了得到这一片 边缘非常的薄 这是它能敲打出的最锋利的边缘了 不知道能否刺穿猎物呢 比尔想做的投掷毛是组合式武器 他还得找其他的材料组合在一起 组合毛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手柄 钳柄和石片 能让猎人从安全距离外 就将毛头向猎物 钳柄只需要拇指出的木材就可以了 像这种 就非常符合他的要求了 用黑钥匙把它砍断和调整形状 最后打磨成能放进竹子里面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能够击中猎物之后 就能把钱柄抽离竹子了 当成刀子切割猎物 最后还得用上一开始得到的剑 像绳子一样将它们捆解 好了 质子猫头就完成了 这对夫妻被困在这里好几天了 期间也就是吃了点东西解解馋 他们很快调整武器 准备出去狩猎填薄肚子 很快组和毛就为他们组装好了 有了这个神器 大大提高了打猎的成功率 这里到处是动物走步的痕迹 看起来就像是一条天然的走廊 之所以这样 则是因为这里是唯一的出入口 沿着道路往前面行走 很快就会碰见猎物 果然刚走出来 就看到布面处有只鹿在觅食 他所处的位置非常开阔 卡特建议将它改到小镜里再去狩猎 比尔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哟 先回去看看哪里能当伏地魔 附近都是天然墙 猎物只能往这边跑 这棵树位置非常的完美 在上面还能掩盖住气味 卡特打算绕到背后将鹿驱赶进来 到时候就靠比尔的头指猫将它击倒了 比尔早就想展示一下真正的技术了 这鹿还在开心地吃着东西 卡特已经绕到了背面驱赶 猎物已经出现在比尔的面前了 卡特赶紧冲上去 将猎物扑倒 比尔跑了过来 直接手起刀落 两个人分工合作 成功捕获了一只鹿 来不及感叹组合毛的威力 他们还得抓紧时间将鹿处理掉 用食刃将鹿的肚子破开 内脏全部弄出来 比尔和卡特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品尝一份了 卡特刚刚生好火 就把肝脏放到火里烤 很快就散发出了肉香 比尔这边呢 也是给鹿已经处理完了 现在的它们可以好好补充一下能量了 人类的大脑消耗 每天摄取能量五分之一 原始人需要得到足够的能量 让大脑快速成长起来 还有很多吃不完的鹿肉 用鹿皮打包带走 满满一袋肉足够他们吃好几天了 比尔和卡特拥有了新的武器 也有了足够的食物吃 要像知人一样找一个能待更久的地方 花了不少时间穿越丛林来到高原 眼前这条溪流能够提供稳定的水源 非常适合它们在这边工作 下一期 比尔和卡特将来到宽阔贫瘠的沙漠 一起探索当初原始人是怎么样在这生存的